花莲泰鲁阁昨天发生了落石砸伤人的意外 一名大约是72岁的香港籍领队 带着30几个游客 他们来到长春祠步道观光游玩 却被一块裙头大小落石砸众头部 这领队当场血流不止整个人昏倒在地 紧急送一急救 救护车开进隧道里 没多久一名头部受伤的男子被抬了上来再往医院 原来是遭到泰鲁阁的落石砸众头部 他应该是香港籍的一个导游 那可能就是现场就是有落石 然后造成他那个幼儿有那个开放性的伤口 是然后有大量的出血 这名年约72岁的矿性香港籍领队 23号下午带着30多名游客 来到花莲泰鲁阁的长春祠步道观光游玩 却被一块从天而降 拳头大小的落石给砸众头部 他当场血流不止昏倒在地上 眼睛就是微闭 然后就是没有疑似的情况 然后呼吸有点微弱 矿性领队头部的伤口长约12公分 被紧急送往花莲慈济医院 不仅有颅内出血 还有轻微脑震荡情形 送进开刀房急救之后 又转往家户病房观察 而泰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也呼吁民众 在园区内游玩时应该要全程佩戴安全帽 才能降低落石造成的伤害 记者洪本翘花莲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sanit营丝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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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